各国王室都在裁剪王室成员 丹麦王室率先出击 一下子剥夺了四位成员的头衔 查尔斯国王刚刚继位 就迅速开启了改革模式 对王室进行了大清洗 英国王室宫斗剧终于落幕 40岁的威廉王子笑到了最后 获得摄政的权利 等待继位即可 哈里和梅根已经出局 此外 碧翠斯 尤金尼和路易斯 也将受到影响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威廉王子启动了EarthShot奖 继续投身到慈善事业中 现在 威廉已经是威尔士王子 是名正言顺的英国王储 地位和身份自然水涨船高 威廉更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晒出了一段日常 举着手机在花园散步 跟粉丝分享日常 向进入EarthShot决赛的选手表示祝贺 并且很期待访问波士顿 40岁的威廉沧桑了不少 发佛了不少 脱发严重 似乎已经变成了中年大叔 不少王室专家分析 英国王室的宫斗大局已经落幕 威廉一脉成了最大的赢家 几乎掌握了王室的一切 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支持隔代传位 希望威廉直接继位 毕竟查尔斯身上的黑点很多 备受民众的质疑和吐槽 卡米拉也不是什么正面人物 英国王室专家约翰·修斯预测 查尔斯最多在位七年 就会善位给威廉 说白了就是为了巩固统治 英王室在遵守传统的同时 也会适当做出变通 王室内部关系复杂 安德鲁和哈里黑料缠身 成为大众攻击的对象 查尔斯国王也自身难保 继位后屡屡遭受质疑 再加上已经74岁的高龄 这个国王的确不好当 目前威廉已经成为摄政团成员 更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在民间拥有超高的支持率 查尔斯要做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为威廉扫清障碍 将不重要的成员全部拆掉 由于种种现实原因 查尔斯不得不宣布继位 但是威廉显然是更适合的人选 因此不少英国媒体分析 查尔斯在位时间会很短 只会起到乘上乞下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查尔斯国王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手部和脚部肿胀严重 甚至看起来像极了香肠 大卫·赖纳不是爆料 这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 需要多运动和多休息 这段时间威廉一脉风光无限 成为这场攻斗最大的赢家 凯特也得到了威尔士王妃的头衔 威廉夫妇频频亮相刷存在感 得到民众的一致好评 是王室里的模范夫妇 根据英媒体报道 凯特夫妇亮相斯卡伯勒 出席青少年心理健康大会 在慈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威廉以个人名义捐助了两个慈善基金会 并且筹集到38万美元的资金 当天 凯特王妃一席喀瑟的上衣亮相 举手投足间尽显温柔 不愧是英国王室的颜值天花板 两人先是参观了街道 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访问社区 鼓励和支持道路两侧的青少年 根据《人物》杂志发布的报道 威廉和凯特极其受欢迎 被热情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 威廉王子发表演讲 凯特则投来欣赏的目光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消除孩子们紧张的情绪 树立更加健康的价值观 帮助弱势群体 使威廉夫妇义不容辞的职责 难怪这么受民众的欢迎 凯特王妃是出了名的贤内助 嫁入王室11年的时间 他的努力得到了王室和民众的认可 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 乔治王子更是被内定为王储 凯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未来的君王 不少英国媒体分析 威廉王子的王室地位越来越重要 手握摄政权风光无限 最倒霉的就是哈利王子 一家被拨得了头衔 返回王室后只有冷落和冷眼 王室专家格兰特·哈罗德认为 哈利和威廉的关系进一步撕裂 根本利益发生冲突 即使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未来大概率会形同陌路 俗话说几家欢喜几家愁 英国王室的传统就是利敌利涨 因此威廉一家成了最大的受益人 至于哈利已经被边缘化 跟王室基本无缘 更专注于家州的小家庭 对王室只有仇恨和不满 英国国王查尔斯很清楚 自己的个人形象和母亲伊丽莎白女王 差距有些大 所以为了让英国王室的形象得到提升 她开始重用自己的妹妹安妮公主 和弟弟爱德华王子 这也是英国王室这一代人之中 个人形象最好的两个人 最近 查尔斯夫妇带着他们一同接见了 英国奥运会的选手们 我们看到一家人亲切地进行了合影 看上去仿佛有些不一般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站在C位的是卡米拉和安妮公主 这两个人原本是老死不相往来 如今却化干戈为玉帛了 看来查尔斯的这一次拉拢还是起到了效果 查尔斯在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两个期待 一个是可以顺位继承王位 另外一个就是让卡米拉获得王室其他成员的认可 当伊丽莎白女王确认了卡米拉的身份之后 英国王室大部分成员都选择了默认 就连戴安娜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表示反对 不过安妮公主却表示 自己永远都不会接受卡米拉成为英国王后 她此举并不是为了给戴安娜伸张正义 而是痛恨卡米拉曾经抢走了自己的男友 这也让查尔斯感到有些头疼 毕竟自己的这个妹妹确实是一个恋爱脑 即便她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查尔斯成为国王之后 就一直在为卡米拉成为王后的事情做铺垫 她为了让卡米拉的加冕仪式更加顺利 查尔斯给王室大部分成员都进行了一定的妥协 其中也包括安妮公主 根据英国媒体的爆料 安德鲁王子一家人将会是最大的输家 而安妮公主则会成为摄政之一 这也让她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查尔斯如此做的目的自然不是看好安妮公主的能力 而是想要借助这样的方式 让安妮公主和卡米拉妥协 卡米拉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她懂得如何缓和关系 对待威廉夫妇时候 就利用讨好小孩子的方式 间接地让威廉夫妇接受自己 如今对待安妮公主 卡米拉能够做的就是给她面子 让她感觉自己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样安妮公主的气出了 她也就原谅了自己 对于安妮公主来说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即便是有气也已经消除了 如今她之所以不承认卡米拉的王后位置 她也只是想要恶心一下卡米拉罢了 这一次查尔斯特意让安妮公主占了C位 也是为了让她有面子 安妮公主是卡米拉成为英国王后唯一的障碍 如今她已经原谅了卡米拉 卡米拉在这一次的合照中 特意同查尔斯保持距离 反而是将身体靠向安妮公主 两人看上去像是闺蜜一样 如今看来卡米拉已经成功了 她看上去没有做太多也没有付出什么 安妮公主就已经转变了自己的态度 这对于查尔斯来说是最为开心的事情 相信英国王室随后的日子会更加团结 而卡米拉利用十余年的时间 就征服了整个英国王室 不得不说 她才是英国王室真正的克星 完成了